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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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认为爱多美卖的牙膏 牙刷 护手霜 维他命C 鱼油 比自己以前在大卖场 电视购物 网路上买到的产品更加物美价廉 只有认为即使自己不在爱多美经营事业也会使用爱多美产品的人才可以成为经营者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 那么即使成为经营者也无法取得事业的成功 因为把自己都不使用的产品推荐给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 因为人是一种有良心的动物 所以会不忍心向他人推荐连自己都不使用的产品 所以很多人才都会觉得销售很难 经营事业很不容易 我想说其实销售很简单 并且也很有意思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要比其他人销售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 只有这样才会感到销售很简单 并很有趣 很多人说无法理解 爱多美怎么能提供如此物美价廉的产品 首先 公司要尽可能购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其次 经营者要具备自己一定能购买到物美价廉产品的心态 之后就是 爱多美这一间物流公司要尽力减少费用支出 因此 我们怀有以廉价购买优质产品的强烈意志 并且我们拥有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一般的传销公司都有入会费和维持费 因此呢 人们为了每月获得奖金 就不得不购买一定量的产品 或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 大部分传销公司都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对那些曾经经营过传销事业的人说 爱多美没有维持费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放弃这个事业 因为他们认为维持费是一套促使底下伙伴 持续购买传销产品的强健制度 他们认为即使聚集了一些事业伙伴 但如果不规定最低销售额 那么他们就不会购买产品 从而自己也就无法获得奖金 在事业初期因这个原因 很多人放弃了爱多美事业 我会对他们说随便你们吧 但是你们要知道 我们公司销售的都是 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 不是靠制度来维持销售额 而是凭借着产品本身的竞争力 与其他传销公司竞争的 因此我们公司没有维持费 大家加入会员后 不需要购买一定量的产品 大家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 就已经在慢慢累积自己的积分 只要这样做就会获得相应的奖金 各位的伙伴也是同理 只要这样经营事业就可以 我们制定的就是这么好的奖金制度 我们没有维持费和入会费 这样的政策就如同将一把刀 架在我的脖子上 威胁我说你一定要卖物美价廉的产品 否则你的事业肯定会倒闭 大部分传销公司因为有维持条件 所以即使不努力经营事业 经营者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奖金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会很努力经营事业 我从事业初期就下定决心 不会和其他传销公司竞争 我认为与那些公司竞争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将大卖场 电视购物 网络商城 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并立志在品质和价格方面 都要胜过他们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在公司制度上所采取的措施 就是取消维持费制度 我们从制度上规定 如果产品不物美价廉 就不对外销售 我们现在所销售的产品 从品质上看属于高级保养品 但是价格却低于新台币500元 这个价位呢 在大家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 有些人会想 容量那么多 价格却只有新台币500元 能好到哪里去啊 我可不会去用那种保养品 我看这样想的人占大多数 大家要知道保养品 通常都是暴力的产品 保养品呢 多半是由水和油混合制成的 因为水不易溶于油 所以需要一种特殊装置 我们称其为乳化作业 接着在构成保养品 添加了这些成分的缘故 但因为我们是经过色素处理后 再放入的 所以即使其含量很高 产品的颜色还是会呈白色 虽然是高级保养品 但是价格却只有新台币500元 现在我们一起看看 保养品的价格构成因素都有哪些 譬如一件保养品的价格是 新台币3000元 这里要含有广告费吧 含多少呢 一般占30% 如果请当红明星做代言 并且是在晚上九点新闻的时段播放 那么广告费会占到40% 所以我们可以想成 新台币900元到1200元 属于广告费 大家在杂志上也会看到 很多保养品广告吧 印刷费 纸张费 由谁负担呢 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 这里还包括商场租金 卖场摊位费 这些一般占保养品价格的 34% 保养品柜台一般在几楼呢 一般都在一楼吧 所以有时卖场租金 会占保养品价格的 百分之四十 那么 新台币3000的保养品 新台币2000到2400 就这样 整个消失不见了 所以大家其实买的是 价格只有新台币1000的保养品 大家说 容器和内容物相比 用在哪里的费用更多呢 看来大家现在也都了解了 用在容器上的费用更多 但是我们爱多美容器设计很简单 不算用在广告宣传方面等费用的话 产品的实际成本很低啊 我是怎样和合作商协商产品价格的呢 我说保养品价格不应该定得太高 我要以比较强硬的态度 和他们商谈 当然 制作保养品的人会觉得很无言 他们会说 制作保养品需要投入大量的工程啊 那么我会说 使机器运转的 是电力 电费由我来付 这由这样和他们讨价还价 他们不得不降低价格 虽然是具有高科技技术的高级保养品 但是实际用在产品上的费用 不是很多 正因为这个理由 我们才能以新台币500元的价格 进行销售 我们不需要支付专柜 租运费 广告费 并且用在容器制作上的成本也很低 同时我们也不制作产品试用包 大家一使用我们的乳液 化妆水 就会感觉 比其他一般保养品公司的精华液 效果还要好 擦完后啊 第二天早上醒来 就会感觉皮肤很湿润 我的皮肤属于干性 一刮凉风 我的嘴角就会裂 但是最近人们都会说 我的皮肤很好 我会对他们说 脱保养品的福 爱多美产品 就是拥有这种功能的保养品 我们透过高科技 解决了这个问题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申请了专利 然后从科马公司申请到资本后 共同设立了合作公司 因此他们拥有的是其他公司绝对无法模仿的技术 并且呢 因为科马拥有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可以说它是制作大众精品的专业公司 科马在全世界九个国家中 设立了研究所和生产工厂 现在呢 在韩国百货商场所销售的大部分高级保养品 都是由这间公司代理生产 虽然其他保养品公司 向他们购买的价格与我们差不多 但是销售出去的价格呢 却比我们贵了五倍十倍 这套商品成为了韩国国内销售量最多的产品之一 深受大众的喜爱 但是价格却只有一般套组的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 有的人会问 爱多美是如何能将这么好的产品卖得如此便宜呢 我们把战略称为 大众精品战略 在百货公司销售的产品 都属于精品 但是我们会以大众价格进行销售 我们把mass和prestage 加起来合成了一个词 简称为mestage战略 大家跟我念一下mestage 好 这个mestage战略 也就是大众精品战略 它是我们爱多美产品的销售战略 我们会以绝对的价格 销售具有绝对品质的产品 绝对品质指的是 不能比这个品质还要好 其他任何产品都无法超越 这个品质 绝对价格 不是说比其他产品价格低 而是说 谁都不能以这么低的价格进行销售 如果我们持续 以廉价销售优质产品 那么和我们竞争的公司会有倒闭的吧 那大家说他们在倒闭的时候 会乖乖地向我们投降吗 不会啊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他们会尽力提高产品品质和降低价格 他们会竭尽全力拼死一搏 小鸟在死掉之前也会发出吱的一声 他们会进行最后一搏 而不会乖乖投降的 如果我们的牙膏 以较低的价格进行销售 那么会导致其他公司牙膏的销售额 不断降低 渐渐他们就会发现 有一个叫爱多美的公司 以低廉的价格销售牙膏 所以他们就会在产品价格 以及品质上 想方设法超越我们 但是即使他们这样奋力一搏 也无法超越 我们所制定的价格 这就是 绝对价格 若想实现产品的绝对价格 首先我们就要采购物美价廉的产品 并且爱多美内部也要尽量减少费用支出 对吧 爱多美的经营目标之一 就是成为超一流企业 顾客的成功 超一流企业 流通的枢纽 这就是爱多美的三大经营目标 我们立志超过所有的一流企业 因此 费用 创业理念 包括生存 速度 均衡 我是怀着这三种理念 创立了爱多美公司 生存 指的就是 我绝对不会让企业倒闭 事业初期 我立志建立一间永远不会倒闭的公司 公司倒闭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费用问题 如果费用支出等于零 那么那间公司绝对不会倒闭 不管销售额如何 只要费用支出等于零 公司就不会倒闭 所以 创业初期 我立志实现 费用的零支出 当然 这属于一个理想当中的目标 之所以会产生费用 是因为有人 经营一间公司 需要支出人力费用 办公室出租费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 一间无人公司 这是我们想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那么没有人的话 如何让公司运转呢 实现办公室自动化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实现了 即使没有人 公司也能正常运转的那种系统 公司创立初期 会有职员 负责填写会员注册申请表 但是现在我们取消了这项服务制度 大家进到公司网页 自己就可以填写 以前我们有接受订货的职员 但现在一名也没有 大家只要进到公司网站 把产品放进购物车 订货单就会自动填写完毕 你们的购买记录 也会自动被进入奖金系统中 并且那个数据也会自动传到物品发送仓库 之后物流人员就会直接为大家发送产品 并且我们还设定了 最低扩存量 一旦发现货量低于最低扩存量 他们就会及时补货 当生产商的负责人 看到剩余扩存量的记录 就会明白要再生产多少 所以从大家订货到物流人员 为大家发货 都由电脑自动操作 大家回家后可以试一下 如果大家填写自己的地址 那么产品到达你们手中时 单子上所显示的地址 就是你们输入的那个地址 产品配送窗口打印出的地址 与各位在家输入的地址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地址正确 产品就能安全到达大家的手中 中间没有任何人进行操控 这属于一件事系统 只要有人输入正确地址 剩下的一切事情将自动完成 并且我们这里也没有收钱的职员 因为银行会自动将那些钱 转到我们公司的法人账户当中 我们向数万名经营者发放奖金 但我们却没有专门负责 发放奖金的职员 我们的职员只要透过奖金系统 计算好每位经营者的奖金就可以了 因为数据会自动传送到 银行的电脑系统当中 他们只要输入转账时间 那么银行就会帮我们 把奖金转账给各位经营者 我们最大限度降低了公司的费用支出 我们公司透过自动化 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力方面的支出 因此我们公司的运营费不到其他公司的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 所以即使销售额增加两倍五倍 我们也不用大量增加职员 因为只要再增加一两名职员 就能处理好一切事物 因为有这种系统 我们才能以廉价为大家提供优质的产品 有些人会问 是谁制定了那种制度 我告诉大家是我制定的 公司的整个系统是我构想出来的 当然因为现在出现了专业部门 所以会有很多比我更出色的职员 我最后要做的事 就是要制定一个 即使没有我 公司也能照常营运下去的体系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如果董事长倒下 公司会不会倒闭的问题 以后还会有数万种商品被推出 我会制定一种 即使大家不去大卖场 不透过电视购物 也能购买到所有产品的爱多美系统 首先我们要以印有爱多美标志的产品 为主打产品 之后呢 会再慢慢扩宽产品种类 我们除了酒烟 毒品 其他产品都将销售 大家可以这样认为 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企业 大部分企业都是透过消费者的购买力 成为富翁的 我们不能靠示威游行阻止他们 有一种解决方案 就是不去那里购买 在这之前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只能去其他通路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爱多美 爱多美主张 我们消费者 共同聚集力量 购买这里的产品 很多消费者对我说 因为你经验丰富 在那方面有丰富的知识 所以你代表我们去购买的话 应该可以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 因此购买产品的业务 就交由你来负责 所以我代表大家采购了产品 我会对他们说 我们现在有两百万会员 以后会增加到千万一亿会员 那么制造商听完后 就会相继涌来寻求合作 此时我们不能趁火打劫 而是要与他们友好合作 让他们也能在 可以维持生计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降低我们的采购费用 从而实现双赢 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利润 而经营事业 这属于消费者运动 社会运动 我认为这是拯救这个国家 和人类的唯一一条路 我们上高中时 会有很多面包店 我们都会跟朋友约在那里见 以前那种面包店 都属于一个独立体 所以他们的家族 能借由卖面包赚到钱 之后就会用赚到的钱 去隔壁邻居买米等等 使其他人也赚到钱 这样钱可以在市场上 好好地流通 但是自从连锁店诞生以后 大企业会赚取绝大部分利润 他们不满足于此 每隔三年五年 就会再进行装修 所以加盟的人 实际上赚到的钱不是很多 所以防止两极分化 大家就要经营爱多美事业 直到现在很多传销公司 经营过类似的事业 但是销售的产品价格有点高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成功了呢 因为人们想要获得奖金 就要义务性购买一定量产品 因为有维持条件 正因为他们制定的价格很高 所以百姓只能遭受损失对吧 以前的系统都是那些坑害百姓的体系 所以直到现在 传销事业不是为了百姓们准备的事业 爱多美公司 虽然与那些传销公司相似 但完全不同 在那里购买产品肯定会遭受损失 不是所有人在那里都能赚到钱 他们怀着可以赚钱的想法 即使贵也忍气吞声购买产品 他们购买的是能赚到钱的机会 在我们这里 大家不必那样购买 大家只需要购买并使用物美价廉的产品就可以了 以后的传销事业要依靠爱多美引领 为什么 因为直到现在传销事业领域存在着很多问题 以前如果让家人购买产品 他们就会感到有负担 所以他们不会让你继续经营 为什么 因为大家所爱的家人 朋友 不希望你们成为不讨喜的人 但是在爱多美购买产品本身 就是一种获利行为 如果大家透过爱多美购买产品 至少可以降低20% 30% 40%的日常开销 有的人说真的赚到了钱 我问他怎么赚 因为当时他下面没有一名伙伴 他就说是透过购买爱多美保养品 这就是爱多美事业的根本 爱多美会改写传销事业领域的历史 所以呢 我们有必要使传销事业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事业 我希望今天来到这里的人 与将开创新时代的爱多美一起 引领美好的新生活 从而都能成为人生的成功者 我的演讲到此为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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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